今天起了个大早,也不放鸽子了 昨天晚上看到一位粉丝朋友发来私信 就是说 原话是这样的 悠悠大哥你好 我这边有一个兄弟要亲朋了 不知道怎么样挑选鸽子 我这边有一个兄弟要亲朋了 还请指导一二 挑选鸽子其实也要看演员的 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到他鸽舍里面 能待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能发现出来他鸽舍里面的鸽子 最厉害的那几个 这也是我的个人观点 还请朋友们知道更多的挑选知识 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今天我们也不放鸽子了啊 比如说我们到他鸽舍里面 我们就先观察他鸽舍里面的鸽子的健康状态 精神状态等等 健康状态我们基本上就是用了那个精神头来看 这是鸽子精神,健康状态就很高 这个判断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判断第二个 就是说他鸽舍里面哪个是鸽王 鸽子都喜欢居高 比如说这上面的这两个桃香 一般的都是鸽舍里面很厉害的角色 才会在上面结草窝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辨哪个是鸽王了 但也不一定啊 这只是说 推算出来 你比如说上面两个鸽王 他鸽舍里面有四个鸽王该怎么弄 对不对 那还有两个鸽王 你要怎么样能看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瞅他鸽舍里面的整体鸽子 看哪个鸽子 比如说这一排 就让一个鸽子给占了 这个鸽子也是很厉害的角色 在最早的时候 他也就喜欢了这个桃香 那时候他不是很凶吗 他没有抢过这两个大的 但他在下面也建立了个鸽王国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到他鸽舍里面第一时间 搬个小板凳 不要着急的去拿鸽子 比如说我喜欢别的鸽舍 那我可以挑选个两鸽 好看一点的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你给他是好朋友 你可以听他的建议 他都不养了对不对 他会委托你说 我这个两个鸽子怎么样怎么样 一个来路 什么样一个血统 他都会一一的介绍给你 甚至有那个血统书他要给你的 说我也养不了了 只能给你养 这个就是特别好的朋友 你就不需要以上的就不需要参考 他直接给你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哪一种鸽子 是吃苦耐劳的鸽子 朋友们见过鸽子的爪子最常见的就是红色的爪子 对吧 红色的爪子很常见 在幼哥时期的时候还好分一点 现在有的就是爪子像这一种啊 红的 幼哥时期有的那种像黑的 它也会长大一点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黑了 就像这一种 就像这一种 它小的时候就是这一种黑爪子 像这种爪子黑的 基本上 吃苦耐劳的鸽子居多 在视频的最后啊 加个广告 是一位兄弟委托我 想要购买一对白色的寿星哥 如果有个朋友家里面有想出售的 也可以联系我 我可以给你牵线搭桥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说的有的不对的 还请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你有更多的挑选方法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 评论留言 让更多的朋友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